近年来随着中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及海外市场的不断成熟 国产电视剧也开始走出国门 登上了海外观众的荧幕 今年国庆前夕 一部名为《狼牙榜》的古装电视剧 在国内电视台播出 该剧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 以平反冤案扑持明军 振兴山河为主线 讲述了麒麟才死梅长苏 智博兼命 为昭雪多年冤案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表现了刚正男儿的家国情怀 《狼牙榜》大阶级 仅在一天就创下了高达 3亿3000万次的网上剪辑 和1.085%的电视台收视率 在中国50个主要城市收视排名第一位 正当《狼牙榜》在国内受到日益之时 海外电视机构也争相购买《狼牙榜》的播出权 目前该剧已先后在北美韩国等地落底播出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订单也分制它来 海外的客户也一样 他们也有一套的审片流程 其实在审片过程中 我们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胜利 然后接着在几个地区 它也都陆续播出了 也事实证明 我们的选择也没有错 我们的这个剧还是在收视上 在口碑上 其实在国外也是赢得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的 电视剧《狼牙榜》由孔生、李雪共同指导 福哥、王凯等演艺界明星担任主要演员 《狼牙榜》之作也能在国内外获得良好的口碑 主要合一于这部电视剧精良的制作 该剧除了镜头与服装道具十分考究外 即使在演员们的细节动作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李一老师进组之后 会给我们每一个演员 就是根据我们的角色 来策划相应的一些礼仪 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李一老师的房间 他一个一个的去教我们 而且尽量做到 就是每一个动作尽量做到精准 《狼牙榜》从立项到制作完成 每个环节都采用业内最高标准齐心打磨 并把目光瞄准了国际市场 近年来 以《狼牙榜》为代表的中国电视剧 走出去步伐显著加快 正成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缩影 媳妇的美好时代 风靡非洲 《甄嬛传》进军欧美 而《步步惊心》 《蓝宁王》等 则在日韩受到追捧 国产电视剧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 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提高 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这是我们大家都特别期望的一个事情 通过类似于全世界的电视节 把这个戏带到世界落地 所以这个还是挺开心的事